那我接下来就想请问这个明正兄啊 就是你是如何评价现在蓝绿两党 蓝绿两党就国民党跟民进党 蓝绿两党目前的两岸政策 然后各自面对的这个困境在哪里 那当然如果你行有余力 你也可以评价一下白的民众党 好了明正兄你说 好首先我们先讲绿的好了 因为民党现在是执政党嘛 绿的的政策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嘴巴上是说 我要宣布台湾独立 我支持台独 可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慢慢的向中间移动 因为他知道一个现实状态 就是说两岸之间 有一层遮羞布是不能够揭开的 就是宣布台独这个 直接踩到法理红线的问题的事情 所以他不会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绿的人呢 目的呢 他是想要执政 或者他想要取得他做民代 做县市长的职位 他没有真的要搞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只是一个对抗国民党 以及这个他取得这个相关的选票的一个 最好的吹票机器而已 所以他不会去宣布 那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台湾教科书的这个去中国化的教育 所以大多数台湾的岛民基本上已经认同说台湾跟中国等于是两个国家 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宣布台独了 他可以向中间移动 也就是说他开始把蓝营的论述所谓中华民国开始吃下来了 所以你看赖清德这几年论述的变化 我常常在讲他最早是跟那个馆长做直播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说已经不需要宣布啊 说中华民国的等于就是台独啊类似这样的言论 详细内容我有点忘记了 可是从那一次课开始就是台独在向独台的论述移动了 而他们能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教科书的去中化 大多数的台湾人已经接受了两岸就是两个国家 这个他们认为的现状 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去搞这个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只是继续在催催化选票的作用而已 这是绿的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整个蓝的论述全部通通都吃下来 嗯好那再来谈蓝的 蓝的的部分是这样 蓝的是自从这个两奖走了之后 他就已经丧失了他的所谓中心思想 那从李登辉开始他搞这个去中国话 慢慢的把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基本上他已经洗成了台湾国民党 虽然名称还叫中国国民党 但他其实一点都不中国了 那包括他们自己这些 我看他们这些年轻的政治人物 谈个中国 你是不是中国人都要谈说我是中华民国人 其实这个是莫名其妙的言论 你中国人的中国人跟你是哪一个国家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去问一个美国人 他会跟你讲说我是这个什么 什么美利坚合众国人吗 不会 你知道如果去问一个英国人 他要这样讲话 你知道他名称很长 我是大不列颠 连爱尔兰联合亡国人 哦妈呀 没有人这样讲话的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说法国好像全民 现在是什么法兰西第几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 对对对 也是很长 很麻烦很复杂的 对对对 所以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讲话 只有台湾这些蓝英的人莫名其妙 讲中国人他讲说我是中华民国人 这个是我就是他们的心结 从李登辉开始就给他们种下的 那多数时候他们的论述基本上也是跟着这个 呃绿营在走 包括现在很红的这个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他是华独 在这个丙中的节目里面公开讲过 真的啊 徐晓鑫有说过他是华独啊 是的是的 他就直接这样讲了 所以 对那最多他们顶多讲说啊 我们叫自由中国 但他其实隐含就是两个中国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呃我在讲就是说 嗯 目前蓝英最大困境就在意识形态这一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在地方型的选举 议员啊 县市首长不谈这种两岸论述的时候 你可以混过关 嗯 可是一旦打到中央级的选战 包括台湾的总统选举啊 这个民意代表啊 你一定会被问到两岸的论述 这个时候蓝英的论述就会卡住 然后最后就被绿营的压在地上磨蹭 然后最后呢就就输掉了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套路就是如此 因为你不破你这些心结 那你就对付不了民进党的这个台独论述 那最后再谈一下这个白的所谓柯文哲啦 民众党 那个那个民政党不好意思 你你谈民众党之前 我先补问你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啊 你你刚说国民党他核心就是说 他在李登辉以来他已经上上失了这个中心思想啊 国民党上失了中心思想 那我想请问你啊 你觉得国民党中心思想应该是什么 呃我们这样讲好了 嗯国民党中心思想就是 李登辉说他的这个有叫总裁嘛 那总理嘛 蒋介石是总总裁 孙中山总理 哎哎对哎 那好吧 我们就讲他最初的创始人孙中山好了 孙中山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叫和平奋斗救中国 是是和平 他很多人就跟你扯啦 说啊中华民国如果被消灭了 那这个我们呃这个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就没了 没有 人家孙中山也叫和平奋斗救中国 不是叫你和平奋斗救中华民国 重点是救中国啊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回归到你原本最初的思想 就说中国国民党的任务 应该是这个孙中山也讲过 余智力国民革命凡事十年 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你应该去帮忙协助中国的自由平等 而不是现在退一步退到变成说 我只要守着一个台湾 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我就满足了 我是反对这种事情的 嗯 嗯所以应该是要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事情啊 是的是的 中国国民党的话 尤其是他们党的名字也是这样啊 好不好意思来您讲白的啊 好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投机在混 那呃因为问题说很简单就是说 柯文哲其实是出身绿营的 可是他由于跟绿营交二之后 他要再取得绿营的选票上 他是有困难的 而且呢 他自己也发现到说 蓝营啊 放弃掉了一部分 两岸的论述 所以他就有一个游走的空间 嗯 那他就找到一个切入点 就叫两岸一家亲 嗯 哎他讲的也很头头是道啊 一家亲总比一家丑好吧 嗯 那对有些这种呃 就是说他不喜欢绿营 可是呢又对国民党这种太软弱的这个论述 他也不支持的 或他本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人 就可以接受这个白的这一块论述 嗯 那反正很多人也讲嘛 我只关心我的民生问题啊 那两岸问题也不关我的事 所以呢 哎这些人就会被白的的论述 给取走了 嗯 你只要不跟两岸的大陆交二 那我们可以过日子也就好 这就是柯文哲论述 他所隐含的就是说 他也不触及太核心的问题 嗯 他就跟你混 混了之后就取得一部分的选票 嗯 那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 这种想法 其实这种想法 呃 你说投机也好 但是好听 好听一点的说法 就是他还挺务实的啦 那我觉得就就务实总比务虚好嘛 哦 对不对 哦 一家亲总比一家愁好 那但是明正兄你觉得像 呃 民众党或柯P的这样子的 相对来讲比较务实的路线 那呃 会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对对两岸 对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 对两岸的这个发展 对两岸的这个发展 有什么困难 嗯 嗯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 嗯 假设今天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 嗯 这样的态度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 马英九其实也是走这个路线 就不同不独不武嘛 其实也是两个关系要混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哦 我们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 嗯 其实现状从来不是在维 没有无法维持的 现状随时在改变的 对那可是为什么他当时能够维持呢 嗯 因为关键是当时美国人 第一个他还没办法从伊拉克 跟阿富汗战场脱身 对 第二个还没 当时还没有那么直接的 要把中国大陆 制为他的主要对手 嗯 所以他可以让你在两岸 可以在这些事情上混 嗯 可是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我知道很多莱茵的人 或很多有一些大陆的朋友 很希望回到马英九那个时期 两岸交流最热络的八年时期 嗯 但现在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原因就是 嗯 美国人不让你在这个问题上混了 他开始要你 哎 做你美国的反中最前线 嗯 今天问题在这个地方 就是美国人开始介入了台海的问题 那柯文哲这条论述 想要走这种混的方式 就有困难了 嗯 关键在这里 嗯 就是说客观环境 就是说以 以现在国际形势 就是说中美之间 对 博弈的到刀刀倩骨的此时此刻啊 哦 那就没有你这个不独不 不同不独不武的这种空间了 对不对 跟马英九时代不一样 哦 好 你你你你你也是讲到这个点了 就是说当时的情况 也许像柯文哲这种路线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 以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就是真的 留给台湾的那个时间窗口 好像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了哦 这是这是真的哦 好那那那个我我最后 最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接下来我问完这个问题 我就留给各位网友了 所以各位网友要跟明镇兄提问的 麻烦discord call in等候区去排队哦 大家赶快去排队哦 我我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就留给网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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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是在这一段时间